弟兄姐妹平安 你们很欢喜快乐来到新的会堂吗 我非常高兴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好不好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 Amen Amen 感谢主 能来这里是非常喜乐的 我们一次跟Pastor Chris说 只要我来这里跟他 跟团队 跟同工在一起 我都觉得很开心 那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去蒙古呢 这是我们的第三次 所以有一些同工就开始问我说 明年你还要来 你还会去吗 他说这一次我要祷告 去了三次一定要有罕见更大的价值 还有更大上帝的作为 还有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 那如果是有第四次去的话 我也非常非常的愿意 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相信神在蒙古当中 会成就他美好的事情 Amen 好不好 请你转向旁边人说 今天下午很高兴坐在你的旁边 听神的话语 Amen Amen 每一次我看到张牧师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看到我的主任牧师 今天张牧师给了我一句很安慰的话 你要知道这句话很少人能跟我讲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 张牧师说你越来越漂亮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大的安慰 你们觉得我越来越漂亮吗 你们的掌声可以回应 非常感谢主 真的 如果你们知道我的过去 你们就明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恢复的道路上 Amen 我们都越来越像主 是不是啊 感谢主 今天当我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星期当我来的时候呢 我就上帝把一片的信息放在我的心中 我相信今天神真的有话要对我们说 所以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何等的蒙福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我们喜爱你的话语 我们喜爱你的律法 因为是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 你的话语让我们行事坚定 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今天祝福我们的聚会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话语 得着释放 得着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真理一释放出来 就得着自由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也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也得着自由 所以我们祷告今天下午 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透过你的灵和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一生当中 所有的困惑 所有的问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都有答案 因为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答案 所以我们求你今天 高谋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高谋孩子口中所讲的 高谋所有的弟兄姐妹耳中所听的 因为我们知道 有耳的就应当听 主我们谢谢你 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知道 唯有你的话是立定在天 永不改变 因此我们抓住你的话 以致我们知道主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将不动摇 绝不动摇 耶稣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的信息 要讲到 路加福音第15章 你知道很多时候 讲员要讲信息 要讲整章的信息 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不对 对着年轻人 要讲整章的信息 也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神常常告诉我说 不可小看 大家年轻 我曾经也年轻过 有没有 虽然现在还是很年轻 所以每个人的年轻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今天呢 上帝有话要对我们说 我也相信 今天上帝要解开祂的话语 在我们的面前 Amen 所以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15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的来读 为大家预备了英文的 如果中文不是那么好的话 你也看英文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重税吏和罪人都挨尽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 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借贷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三组人 第一组人就是重税吏和什么 罪人 第二组人就是法利塞人跟文士 法利塞人文士他们议论 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跟罪人 和税吏在一起 因此接下来路加福音 有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是对谁说的呢 就是因为法利塞人跟文士 私下什么 议论 私下 complain 为什么耶稣跟罪人 常常在一起 为什么耶稣跟税吏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 在耶稣的时代 税吏跟罪人 都是属于不洁的人 还记得在银会我讲真实的预见吗 我讲到杀该应该是该杀嘛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在法利塞人和文士的眼中 他们都是不洁净的 他们都是罪人的 可是他们很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常常跟这一般罪人在一起 所以他们开始 complain 他们私下什么 议论 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用三个比喻 来回答他们 为什么耶稣常常跟这一帮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第四节到第六节 耶稣用了三个比喻 我们来看下一章 第一个比喻呢 就是讲到私羊的比喻 耶稣用一个比喻说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有一百只羊 有一只不见了 他会放下九十九只羊 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找到了请大声说 欢喜快乐 一二三 所以他用的第一个比喻 就是去找那个迷失的羊 找到了欢喜快乐 所以从四节到六节 讲到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呢 接下来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呢 他是讲到私钱的比喻 讲到一个妇人 他有十块钱 但是当他的一块钱不见的时候 他翻箱倒柜的 就是为了找到那一块钱 找到了如何 欢喜快乐 大声一点好不好 一二三 欢喜快乐 找到了欢喜快乐 第三个比喻 讲到浪子的什么 比喻 浪子离家了 当浪子回来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找到了就欢喜快乐 所以这个主题 《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主题 总共有好多次提到什么 欢喜快乐 所以最近今天我们来看 在整个故事当中 谁不快乐 你知道很多时候 是不是我们信主了之后 我们越来越不快乐 有人问过我 你要做传道人 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传道人 你要知道肥胖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我只能说不是胖的传道人 我说我要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传道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自由传道 还是身为神的仆人 能被神呼召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段时间 当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成为一个最不快乐的人 忘记了欢喜什么快乐 所以今天我要用第三个比喻 来看整个故事 可以吗 大家有没有跟我在一起 有 有没有把安全带 我们飞机要起飞咯 好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第15章 路加福音15章 11节到19节 我们来读123 耶稣又说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记得分给什么 他们小儿子跟父亲要什么 产业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华人的眼光 现在如果你爸爸妈妈很有钱 身体还很健康 如果你现在回家跟他说 爸爸把财产给我 你的爸爸父母们 应该会有一个反应 死孩子 我还没有死 你跟我要产业 有没有 这样子的大多数都是华人的想法 有没有 这小儿子跟父亲要产业的时候 父亲没有分给他 是分给什么 他 他们 换句话说 父亲不只把产业分给他 也分给他的什么 哥哥 分给他哥哥 你要知道犹太人分产业是怎么分的呢 他们如果有两个儿子 他们要分三分 大儿子是得什么 两分的 小儿子得一分 换句话说 当父亲分产业的时候 这个小儿子得到的是一分的产业 而他哥哥得到的是什么 双分的什么 产业 好 我们接下来读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欲着那地方大糟饥荒 就什么 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 冲击也没有人给他的 这个浪子把父亲给他的所有的产业用完了 所有的钱用完的时候 他跟谁在一起 他跟猪在一起 你知道吗 当时猪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人 为什么 他是来抢他的食物的 他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豆莢冲击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一世就痛苦起来 去投靠那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许多什么 故宫 我们大声说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像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着一个什么 故宫吧 当这个儿子忽然间醒过来的时候 他说 我与其跟猪在一起 倒不然我回家 最少我父亲的家有什么 有饭吃对不对 不用跟猪争 你懂吗 我是一个人 我干嘛跟动物争吃的东西 我情愿回去 我知道我这样子做 不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 但是最少我可以回去做一个什么 故宫 那为什么他的 他的小儿子回家的时候 他没有说我回去做仆人 而回去做故宫呢 你要知道仆人跟故宫是有分别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 仆人跟故宫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 仆人是没有薪水的 故宫是有薪水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 仆人所有仆人的经历 时间仆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什么 主人的 但是这个小儿子有一个观念 他说我回去做我父亲的故宫 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想法 就是最少我回去做故宫 把我所逝去的东西可以什么 再赚回来 把我逝去 把我父亲所给我的钱花光的 我有机会是什么 产 产还 就是可以还给我的父亲 所以他有一个什么 故宫的观念 好我们继续看 第二十节到三十二节 请 一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头指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肚 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赐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他们就快乐 什么 起来 我们每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我们觉得好感动 有没有 多少人信主的时候都听到这个故事讲 让子回家的故事 举手 有没有举手 有听过 这是谁是第一次听到的举手 没有举手的人举手 都会有 我发现到每一次 我以前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感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曾经都是浪子 有没有 我们才现在回到神的家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耶稣主要在讲浪子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看整章的圣经 耶稣的主角 不是讲浪子 为什么 听清楚 还记得我刚才讲 有两组人吗 OK 众税吏 还有什么 罪人 还有另外一组人是谁 法利塞人和 文士 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呢 耶稣是要告诉 法利塞人跟文士 这个浪子就好像 罪吏和什么 罪人一样 他们曾经做错事情 他们曾经离家出走 所以他们回家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要什么 欢喜 快乐 但是 法利塞人跟文士 一点都不快乐 对不对 他们私下什么 议论 他们complain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法利塞人跟文士 应该 欢喜 快乐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接下来 这个是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大儿子 OK 好 我看读到哪里 OK 好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坐乐 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什么 仆人来 他家里有没有仆人 有 但是小儿子回来 不是做仆人 做什么 做故宫 对不对 叫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他 因为他得 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肚 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 劝他 对他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父亲对他说 儿啊 我常和你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快乐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下半段的大儿子 是对照 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 当我跟 浪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把他们带回神的家 你们礼当什么 欢喜快乐 但是我们知道 整个故事给我们看到 最不快乐的人是谁 大儿子 所以因此呢今天 耶稣在讲三个比喻的时候 是在针对大儿子的一个心态 我们很知道一件事情 心态是看不到的 你知道吗 心态看不到的 我们可以每一个主日来这里聚会 但是我们可能不快乐 因为心态看不到的 你知道我们可以每一次很努力地服侍神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快乐 所以今天呢 三方面我们要来看大儿子的心态 第一个我们来看大儿子真实的情绪 当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有什么 情绪 第一个情绪是什么 就是愤怒 他非常的愤怒 因为当大儿子听到他的仆人 叫他仆人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家里那么多音乐的声音 到底谁在开party 谁在欢喜快乐 仆人说 哦 是因为你的弟弟回来了 不只回来还 无灾 无病地回来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生病 所以你的父亲很高兴 开party 你知道当时大儿子没有反应 一直到大儿子听到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愤怒 就是你父亲为他宰了一只肥牛犊 多少人喜欢吃牛肉的举手 有没有 羊肉的有没有 有没有 只有Nikos不喜欢 我在想他去蒙古怎么办 你知道Nikos每一次看到我 雪玲传道 你要煮的东西已经买好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去年我去的时候 我去煮给他吃的时候 他觉得说 只有三天他吃得很饱 接下来三天我们吃羊肉的时候 他完全没吃 对 所以这一次我也决定煮三天给他吃 因为他需要减肥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说 为什么大儿子听到他父亲 宰了一只肥牛犊 他就很生气 我要告诉大家 生气的不是跟一只牛有关 可以想一下吗 想一下 圣经说当他的小儿子回来 他弟弟回来的时候 父亲很远就看到有没有 回来的时候去抱他的弟弟 第一个我要问 父亲给他穿上那个袍子 请问这个袍子是谁的 下一张好不好 帮我按一下 袍子 请问这个袍子是谁的 哈喽 浪子回来的时候 父亲给他穿上的那个袍子 请问是谁的 多少人觉得是父亲的举手 举高一点嘛 多少人觉得谁 大儿子的举手 对 如果你可以想一下 父亲已经把家产分了嘛 对不对呀 是不是 大儿子得 两份 小儿子得 一份 小儿子把他所得的花茎了 所以现在你回来的时候 你穿的那一件衣服是我的 哈喽 Why 你要听吗 福建话 It's mine 是我的 好算了 一件衣服就算了 接下来圣经说 父亲还给他戴上什么 戒指 哈哈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 自从变天过后 我们都在找以前 Rosma的戒指在哪里 有没有 那个粉红色的戒指在哪里 有没有 所以这个戒指是谁的 请问戒指是谁的 大儿子的 你给他穿衣服也就算了 你还拿我的戒指 有没有 吉卡拉的戒指 算了 你要戒指也就算了 还穿上什么 鞋子 鞋子是谁的 大儿子的 你给他这一件就算了 你还给他为了宰什么 一只什么 肥牛肚 你知道圣经很可爱哦 还用什么 肥的 你宰一个瘦了也就算了 你知道吗 肥的牛是最好吃的有没有 油比较多 不会那么涩 对不对 对 那文奇 哈利路亚 对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他非常愤怒的 他愤怒什么 就是 他弟弟回来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心态 就是 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我的 但是你知道吗 大儿子忘记了 他得到双倍的财产是百百得来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今天你所有的一切 到底是你的还是神的 你知道我身为一个自由传道 我一直常常要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 神的 神的 因此呢我很故意 我告诉你 我不只刻意 我还故意 我故意常常学会什么 奉献 因为那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有两个星期前 我去一个很马来西亚 很小的一个地方服侍 当我去的时候 第一次去那间教会 我也不是那么熟 那个牧师是因为跟我去以色列 认识我就请我 去讲道 当那个敬拜赞美完的时候 开始做报告的时候 然后报告说 他们要去全补在宣教 然后年轻人的每个星期五 星期六帮人家洗车 洗一辆车 马币七块钱 所以他们就筹那个宣教的款项 我就坐在下面 然后神跟我讲 今天的奖元费不可以拿 奉献给他们的短宣队 你知道吗 我常常觉得不可以拿 最少也给我知道多少钱吗 有没有 但是神说不可以 所以我讲完道的时候 牧师就拿奖元费来 我就跟牧师说 牧师这个奖元费要奉献给 奉献给柬埔寨 牧师说你是自由传道 没关系奉献 我连看都不敢看 我连碰也不敢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你知道很多时候 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 那是我应得的 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 今天之所以我们有生命气息 也不是我们应得的 是白白的 你知道当你明白什么是白白的时候 圣经说你白白的得 你就会白白的什么 给一个双辈 得到双辈家产的人 哪在乎一件衣服啊 哪在乎一双鞋子啊 哪在乎一枚戒指啊 哪在乎一只的肥牛肚 你认为他的家只有一只牛吗 他是双辈 最少他有两只嘛 哈喽 他双辈最少戒指也有两枚嘛 哈喽 我是很逻辑的 最少两枚嘛 你给了一枚 你还有什么 一枚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 都是从神来的 当我们无法奉献的时候 我们认为那是我们的 当我们无法给神时间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那个时间是 我们的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年轻人 不要忘记 大儿子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白白得来的 他是大儿子 你知道因为他只是大儿子 他得到的产业都是什么 双辈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不只是愤怒 第二个他是什么 嫉妒 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吗 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 父亲出来求他 他说我儿啊 你弟弟回来 你可不可以进去参加party 父亲用什么 求他 求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好像圣经里面 有一个妇人 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 他渴望 他祈求说 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 我的病就会好 那种的祈求 他父亲说 Please Hello Please 你可不可以进去 你的弟弟回来了 我们一起欢喜快乐 但是父亲的祈求 对他来讲 一点都没有感动 他的心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什么 嫉妒 为什么嫉妒呢 很简单 每一个嫉妒都来自于比较 你开始比较了 你知道 当他的大儿子讲的时候 你会听到那个酸溜溜的吗 有没有 酸的 你们有听过人家讲话酸的吗 有没有 酸酸的 没有关系 你不能就没有关系 酸 他怎么酸呢 他怎么比较呢 第一个 他用了两个 他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你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违背你的命 把你所有的财产 跟什么 寄你 用完了 浪费掉了 我从来没有 你给我的这个两份 我守得很好 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 你要知道 我在你的家 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会 服侍神 这么多年 你知道有时候你会有心理不平衡 当你祷告 你服侍神 你给奉献 你参加宣教 你给完 你可以的 然后你祷告的时候 你发现到 你的祷告 神垂听 在那个人的身上 有没有 当你需要一只手机的时候 你说 祝我给我iPhone 8 你发现到iPhone 8来了 但是给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手上 已经有第二只iPhone 8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久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当你信主越久 好像神听祷告越来越慢 有吗 有这种感觉的举手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祷告什么 就发生什么 一求就有求什么 避应 但是信主越久 祷告就越慢 我为我的婚姻 祷告了好多年 还没来 但是我充满着盼望 也许在蒙古 如果我嫁到蒙古 欢迎你们来 你知道 祷告了很久 但是发现到 越来祷告就越慢 什么 垂听 但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神慢垂听 因为神在操练 我们的一些的信心 有没有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以前baby 就奶瓶来了 可是现在我们长大了 会发现到 比较让我们不健康 记得一句话 比较会让你睡不了觉 你越比较 你就无法睡觉 因为一直跟人家比较的时候 还有我们人魂会比较 比什么呢 比那些比我们厉害的人 我们越比 我们就越痛苦 有没有 另外 比那些比我们差的人 比那个你跟很差的人比较的时候 你越比你就觉得 这些还不错 自我良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比较是什么呢 他为了表达他的不满 他故意将一只的山羊和肥牛肚做比较 哎哟 你的儿子回来 你给他宰了一只肥牛肚 我呢 我在教会那么多年 我在你的家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只给我一只山羊都没有 你看到他的话是酸溜溜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 他真实的情绪表现出来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当我们信主很久的时候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越来越不开心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 嫉妒的一个情绪 有一个愤怒 我们忘记了今天 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什么 恩典 我们不需要比较有吗 不要比 没得比的 没得比的 因为上帝照我们都非常的什么 独特的 没有需要比较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经文 31节 32节 父亲对他说 儿啊 我常和你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你知道吗 当这一句话完了就完了 请问一下 到底最后大儿子有没有进去 欢喜快乐 不知道 没有一个ending 你知道如果你看电影 最希望是看到什么 高潮有没有 可是这一个故事没有高潮 就是到最后大儿子有没有进去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我要告诉你很遗憾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最后离家出走的儿子 回家了 对吗 但是在家里的儿子 却不肯 进去 我要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服事七年过后 我在我教会服事七年过后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走不下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对神充满着很多很多的愤怒 我发现到在服事七年的时候 因为事工的果效 因着要成绩有没有 我们很容易就掉进一个表现主义里面 OK 所以我越来越不快乐 我越来越失去方向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说 我说牧师我已经不能走下去了 我要离开 我要去台湾读书 所以当我去台湾读书的时候 我对神是非常生气的 我对我自己生气 就是为什么我把我自己的灵命 搞到这种程度 让我自己走不下去服事 我知道我生命里面 有上帝很大的一个呼召在我的生命 但是我走不下去 我对我自己生气 我也对神生气 因为我发现到 上帝好像永远告诉我说 雪灵再给多一点 雪灵再奉献多一点 再爱多一点 我常常觉得上帝好像在剥夺我 总是奉献永远不 不够的 再多一点 more 但是我没有了 I have nothing 所以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 我知道我生了一种病 叫士工病 你知道什么叫士工病吗 Don't ask me to serve anymore 你讲到士工 我反而非常有情绪 所以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行李 20kg 我寄了60公斤的东西去到台湾 所以当我去到台湾 我老师说 你们这些神学生呢 拜一到拜四读书 拜五拜六礼拜 要去教会服事 你知道吗 当我听到拜五拜六礼拜 要去教会服事 我恨不得把那个八十公斤 带回来啊 我觉得我去错地方了 我当时跪在那边 祷告说 主我要去台湾的时候 我一定听错的 你知道只为了 因为我中文不好 我在那个报名表格里面 不知道有一个中文叫 实习 实习是什么 不知道 去到那边才知道要实习 所以所有的神学生 拜五拜六礼拜三天 每一天三个时段 早上下午晚上三个时段 所以每一个神学生 要实习才能毕业 我说我来错地方了 我就是走不下去了 才来台湾 现在来台湾 你还要我实习 我已经生病了 这个病叫事公病 你还要叫我做 所以我走去找我的老师 我说我不要实习 他说你不要实习 你比别人会越迟毕业 因为毕业是要靠着你的实习 才毕业 我说没有关系 他说你想清楚 你可能七年过后才毕业 我说 it's ok 那我老师看着我啥 我也看着他啥 我说我已经不能了 你再叫我做 我做快 马蒂也死了 你懂吗 那是很感谢主的 就是我的老师跟我讲 why not you try 你 try 别个人 每一个人有九个时段 你 try五个时段 每一个学生服饰 都有一万块的新台币 就是我们的零用钱 我连钱都不要 你懂吗 我说我不要钱 你看有看过谁不要钱的吗 只有不要脸而已 我连钱都不要 I don't want money 因为你知道当一个快要死的人 你给他钱是没有意义的 你懂吗 知道吗 我就是那个快要死的人 所以不要给我钱 钱不代表什么 所以他说why not you try五个时段 我try了第一个学期 一try完 我的脸更黑 你知道每一个拜师晚上 我就坐在我的宿舍的门口 跟我的学姐说 明天是一个恐怖的日子 因为拜五早上嘛 我说我好像不想去 我觉得去教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跟神充满着愤怒 我对神愤怒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明白 我七年在教会里面 没有人觉得我那么叛逆 我是一个乖乖排的人来的 真的很乖 我很on fire 我很努力地服侍神 但是我里面很不开心 我很不快乐 因为我觉得上帝好像永远对我讲 孩子不够 再给多一点 再给多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所以我要等一下讲故事给大家听 第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儿子 大儿子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大儿子的关键问题就是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都很喜欢 组长就喜欢听 喜欢谁呢 听话的主缘有没有 你叫他来小组 他来 永远不会迟到的 来聚会 来聚会 给奉献 给奉献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大儿子 为什么大儿子是听话的 但是小儿子是什么 叛逆的 不听话的 是吧 是不是 我们都会有这种 所以你会发现到 到底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 我要告诉你 他的问题就是太听话 太听话 你知道我很感动 当我第一次遇到Pastor Chris 我来这里讲道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对那一些从小 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 非常有负担 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大儿子 他知道那个 什么都懂 你告诉我 圣经每一个人物我都懂 你懂吗 但是乖乖 每一个礼拜来教会 为什么妈妈要他们来 我不懂你们多少人在这里 是妈妈要你们来的 被逼的 我不知道 不用举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觉得 对这种孩子有负担 很重要 你知道这很重要 大儿子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太乖了 听清楚 原来那个最乖的儿子 是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最远的 到底在讲什么 最吊诡的是 离开他父亲的关系 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离开最远的 不是那个小儿子 是那个常常在家里 从来没有违背过 父亲的命的这一个儿子 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是最距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大儿子会这样 那么多年来 他在他父亲的家里服侍 为什么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好 为什么会不好 因为有一个看起来 很重要的东西 存在他的儿子 大儿子的心里面 就是他的自义 你知道什么叫自义吗 self-righteous 他觉得我 是最好的 你知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属灵骄傲 他的属灵骄傲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 你的儿子回来了 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 哥哥还在田里工作 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第二呢 他控告他的弟弟 他心里面喜欢论断 控告别人 他说 你的儿子跟苍稷 吞斥了你一切的什么 财产 你知道当我们看到 别人做错的时候 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 就会显出我们很好 right we are very good we are very good 你知道在教会酒的时候 请弟兄姐妹们 避免有这种心态 就是self-righteous 质疑 我很厉害 你为什么不能祷告 我可以祷告 你为什么不能禁食 你知道不能禁食 神不喜悦的 我们有很多宗教的话语 去批判 去论断 还记得吗 法利塞人跟文士 私下议论 耶稣 为什么跟罪人 在一起 质疑是一个很 严重的心态 所以我要讲我的故事 当我半个学期过后 不能在服事的时候 我去找我的老师 我说老师 我真的不行 半年我不够 我还是充满着很多 很累 我对事工 完全没有兴趣 完全没有兴趣 他们把我放在青年事工 我完全没有 在耶稣亚 台北琳琅堂 耶稣亚团队 每一个礼拜 都是大型的聚会 因为我是神学生 我被迫要坐在第一排 我好讨厌坐第一排 第一排最不喜欢 就是那个camera 一拍就拍到你有没有 还有你知道 camera一拍我 没有背景的 你知道吗 不喜欢 可是被迫坐在那一边 每一个礼拜 牧师讲完道 我就在那边哭得半死 但是不懂哭什么 我越哭就越生气 为什么到今天这样子 半年过后 我去找老师 我找老师 我说老师 我不能再服事了 我延迟毕业 没有毕业 没有关系 没有文凭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要活 你要安逆 我要活过来 才是最重要的 我老师就想尽所有的办法 我老师真的苦口婆心 想尽所有的办法 他说 那三个时段可以吗 我问他 那可以吗 他就看着我 原则上不可以 三个时段 什么时段 你听清楚吗 星期五早上一个时段 晚上一个时段 星期六 你的聚会当着一个时段 你要知道 本来每一个神学生 做九个时段 拿一万块 我做三个时段 拿一万块 我心里面想 还蛮活算的 半年过后 头脑比较清醒了 钱还是很重要的 我就想 好 你知道接下来的两年半 两年 我都 每一个礼拜天 当所有的神学 神学院的学生 都在拼命服事神的时候 礼拜天 我可以穿着睡衣 在家里走来走去 因为唯有我是一个礼拜天 在宿舍没有服事的神学生 你知道我单单 这两年走来走去 我觉得我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上帝 医治了我一个东西 他告诉我 雪玲 在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里面 是可以叛逆的 哈喽 因为我情愿你做浪子 都不要你做 大儿子 因为我情愿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不是必须遵守 而是情愿遵守 你在一个关系当中 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那个叛逆 那个浪子的叛逆 你要明白 那个叛逆 上帝允许 是因为那个叛逆 不会改变你的身份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说 把袍子带来 把戒指戴上 把鞋子穿上 把维尼都宰了 是因为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做故宫 因为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不在乎你的行为 亲爱的年轻人 今天我要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是用你的行为 认为你所做的神才喜悦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你要小心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你掉进大儿子 就是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命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明白的人举手一下 感谢主 这个东西为什么需要 因为我们跟神之间 不是一个律法 不是一个宗教 是一个关 一个关系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父亲的想法是 不管你多烂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这个position in Christ Our position in Christ 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因为这个position in Christ 不是因为你的意 是耶稣的意 是耶稣为我们死在那一边的时候 那个意 神的意 耶稣的意 换取了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 不会改变的 过后的时候 当我明白的时候 我不再做浪子 你知道这些年 我做自由传道的时候 我从来 没有被逼服侍神 没有 每一场道 每一个地方的邀请 每一个教会的邀请 When I say yes 我是欢喜 快乐 I enjoy 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是因为我欢喜快乐 因为我出于志愿的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不要再做大儿子 我也不要再做浪子了 这个东西是因为 我里面没有志愿了 我不再用我的表现 去得到我的position 神给我一句话 在很多个月前 他说孩子 孩子 既然你跟我的关系 既是和好 就不用讨好 既是和好 就不必什么 好好 你知道一个和好的关系 你不用一直please他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大多数你please你的 老婆的时候 就是你跟他相骂的时候 有没有 才买一束话说 老婆我爱你 有吗 you need to please him please her because你跟他的关系不好 但是如果关系好的时候 你不会刻意please他的 因为你做什么 他都喜欢 有吗 哈啰 还有人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不懂 不要不懂 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懂 你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 让大儿子不能跟父亲和好的 关键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 你觉得很吊诡吗 所以因此我今天要讲一件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的罪不在于我们做错什么 有时候我们的罪是我们 在于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住 明白吗 我们的罪不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我们做了 我们的罪有时候是应该做的没做 这个东西很重要 跟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隔绝是因为他的好行为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的那个东西 是应该要被对付的 例如说什么 有些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不是因为其中一方面喝酒赌博 不是 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 有些人之间夫妻的关系不好 是因为其中一个在他的生命里面 用更好的东西代替了他妻子 丈夫在他心中的地位 WOW understand 是那个好东西呀 那个好东西 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否有一些好东西 让我们觉得我们很质疑 We are good 就好像法利塞人看着 宋税吏和文士说什么 他们是什么 税人 我们是什么 义人 法利塞人跟文士 为什么耶稣跟罪人在一起 Why 我们是好的 他是什么 不好的 法利塞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自 义 下一章我们来看 因此呢 自义 OK 我们知道论断的根源就是什么 自义 Mother Teresa说 If you judge people you have no time to love them 如果你在一个长长论断里面 你没有时间去爱他们的 没有时间 因为你的焦点都是在人的什么错误的当中 因此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几个心态 大儿子的几个症状 第一个 当你的人生没有照着你的期待走的时候 你不是难过 而是愤怒 当你的祷告 上帝没有照着你的祷告 应允你的时候 你不是难过 而是什么 愤怒 这是大儿子的心态 第二个 常常会有很深的优越感 优越感 大儿子怎么看他的弟弟 他有一个很优越感 我从来没有犯过错 OK 一个优越感 第三 在恐惧里面 顺服 没有喜乐 在恐惧 很多人今天来教会是怕下地狱 很多人信耶稣是怕下地狱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信耶稣不是因为怕下地狱 你信耶稣是因为你知道耶稣爱你 是不是 因为神是爱 你知道你必须在爱里面 顺服 而不是在恐惧里面什么 顺服 最后一个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确定 父亲真的什么 爱你 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要告诉大家的年轻人 你的一生当中给你最大的挑战 永远是你跟天父之间的爱的挑战 除非你心里面深深的知道耶稣什么 爱你 你知道吗 我这三年我常觉得 为什么神那么爱我 神真的很爱我 爱我到一个程度 我可以坐廉价航空 但是我有三个位 没有人坐 躺着睡吗 爱我 我常觉得我没有力量的时候 神什么 爱我 你知道吗 当我不再做浪子 当我不再做大儿子的时候 我的整个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成为神的爱子 God love me 我虽然祷告说 主我要结婚 没有结婚 目前没有结婚 感谢主 为什么 因为不是最好的时候 你知道 我常常在我的祷告 没有应允 我是欢喜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辈子不是要我所要的 我要的是上帝给我的 当我没有得到上帝给我的 我可以欢喜快乐 因为我没有要什么 我没有什么要的 你问我要什么 我想了很久 真的 没有什么要的 当你明白一件事情 你被爱充满的时候 当你确实知道天父爱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做浪子 你也不会再做大儿子 明白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大儿子的核心责任 我们看到前面的三个比喻 我们来看下一个 第一个比喻就是 施羊的什么 比喻对不对 施羊的比喻 当羊逝去的一只羊逝去的时候 谁找回来 牧人什么 找回来对吗 当钱逝去的时候 妇人找回来 按照前面的两个比喻的逻辑 我们来推算 我们来算 浪子离家的时候 是谁的责任 把他找回来 我再讲一次 一百只羊 一只羊逝去的时候 好牧人对吗 把那个羊找回来 十个钱 一个钱不见的时候 好妇人把他找回来 按照前面的两个比喻的逻辑 推算 当浪子离家的时候 是谁的责任 把浪子找回来 很多人告诉我 爸爸的责任 多少人觉得是爸爸的责任 多少人觉得是大儿子的责任 好我们来看 为什么是大儿子的责任 很简单 当亚伯跟该隐 在当亚当生 亚伯和该隐的时候 我们知道亚伯献祭 该隐献祭 对吗 该隐献了祭 神不喜悦 亚伯献了祭 神喜悦 那因为该隐不喜悦 他献了祭不喜悦 他就把他的兄弟 什么亚伯什么 杀了 当他把亚伯杀的时候 耶和华神显现在该隐的面前说 该隐亚伯在哪里 该隐说 我启示看守我弟兄的人 意思说当神问该隐这句话的时候 神是期待 该隐你身为一个哥哥 你有责任看守你的什么 看守你的弟弟 你知道吗 当浪子离家的时候 是大哥的责任 把这个浪子带回来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第一个 浪子离家 跟大哥有关系 今天很多人没有来教会 可能跟我们有关系 很多人不来教会 不是因为神 是因为我们 他看过太多的基督徒 让他太失望了 很多基督徒 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没有 第二 当浪子离家的时候 大哥的责任 应该用着父亲 给他双倍的财产 把他带回来 对吗 是不是 可是大哥没有做这个角色 大哥没有 大哥拥有双倍财产的目的 不是收起来的 今天上帝给你很多的恩赐财 但不是收起来的 是你必须用出来 让更多的浪子可以回家 对吧 是吗 我们服侍神的目的 不是因为要服侍 而是我们明白 我们就是那一个属灵的大哥 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尾身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 是让其他的浪子可以回家 是大哥的责任 因为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廉价的 每一个救恩都要有人付上 代价 所以因此最后 请敬拜赞美团上来好不好 最后 谁是好哥哥 谁是好哥哥 我们知道有一个好牧人 把羊找回来了 好妇人把钱找回来了 那谁是那个好哥哥呢 记得吗 这个故事是谁讲的 谁在讲故事 耶稣 耶稣就是那个好哥哥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 耶稣坐在天父的旁边 耶稣举手说 我就是那个好哥哥 我道成肉身 我可以坐在我的父的旁边 我离家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娶了奴仆的形象 我本来是神的儿子 我娶了奴仆的形象 我死在十字架上 侧身露体 以至于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回家 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没有人透过我 若你们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 我是那个好哥哥 所以耶稣来了 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是告诉法利赛人跟文士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好哥哥吗 今天我在罪人和税吏的中间 就是为了要把他们挽回 带他们回家 因为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 耶稣成为了好哥哥 那今天 弟兄姐妹们 我们信主的人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还在是神的责任吗 太多人告诉我 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神的责任 No 是你我的责任 因为我们可以成为好哥哥 我们可以成为好姐姐 我今天非常地高兴看到这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们来 谢谢你们来 你们来是因为有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做那个好哥哥 好姐姐把你们带来这里 还有很多的空位空着 我很高兴你们可以回家 但是我更高兴在我们当中 生命之光的每一个年轻人 让我们成为好哥哥 好姐姐 把那些还没有信主 那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税吏和罪人带来 因为耶稣成为那个好哥哥 耶稣成为我们的elderly brother 所以当门徒问耶稣说 我们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耶稣说 我们应该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不是说 你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 耶稣成为哥哥 给所有的门徒看 We have a same father 我们有一个父 所以我们祷告是 我们 就是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如果你有机会 上了天堂问耶稣 耶稣会告诉你 我道成肉身 最重要的身份 不是成为一个救主 而是成为一个哥哥 因为我的目的 就是要带每一个弟弟妹妹回家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挣脱大儿子的心态 是因为我们不要再做大儿子 不要再做大儿子 不要只是每一次来神的家 但是跟神没有关系的 不要只是给奉献 因为圣经讲一定要奉献 No 来到新约的时候 那个奉献必须变成心甘乐意 你的十一奉献应当要心甘乐意 因为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也不要成为浪子 我做过浪子 我做过大儿子 七年的教会服事 我成为了一个大儿子 但是我告诉你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只要是有关系 我是可以挑战的 我是可以叛逆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不是叫你叛逆 而是在这个叛逆里面 我明白了 原来上帝的眼光 看我是一个爱子 有一天我可能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是被他所爱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让我不再活在一个表现主义里面 他让我明白 每一次我在台上讲道 我不需要表现我讲得有多好 No need No need 现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知道那是出于我的心甘乐意 因此我欢喜快乐 Happy Happy 这是上帝天父对我们真实的爱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要来祷告 年轻人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进入爱子的身份 我相信很快的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坐满 你知道吗 当我写完这篇信息2017年 2018年我跟神说 是时候我要传福音的 我今年带了三个人信主 一个在纽西兰 一个在日本 第三个就是在槟城 我带领我亲生的爸爸信主 我要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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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能力 我要讲的事情 因为我明白 我进入到爱子的身份 我做一个好哥哥 带领神的儿子回家 Hallelujah 多少人今天下午 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的 你知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 你知道神在感动你的好不好 举起你的手来